本期属校即将开始 欢迎垂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麻州将利用百万富翁税来支持社区大学学费 市长吴米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奏 波士顿发生枪击事件至两人死亡 东北大学自大流行以来首次举行无限制毕业典礼 波士顿高校数据显示 美国大规模伤害事件呈上升趋势 麻州将利用百万富翁税来支持社区大学学费 麻州参议院领导人表示 他们将寻求5500万美元来支付大量社区大学生的学费 其中包括数千名注册护理课程的学生 他们认为这是朝着让社区大学对所有人免费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参议院的计划包括早些时候州长犀利和众议院支持的提案 已经几乎成功成为麻州法律 但商会还将额外拨款2000万美元 用于支付参加社区大学护理课程的人员的费用 目标是为一个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病爆发之前 就缺少员工的行业提供一个重要的培训基地 参议院领导人表示 三项提案总计5500万美元 将由麻州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 新附加税产生的收入支付 参议院的预算提案还要求为社区学院追加1500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全方位学生支持服务 例如辅导、研讨会或雇佣学生顾问 市长吴米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奏 周日 市长吴米创造了历史 他成为波士顿第一位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在任市长 在莫扎特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月章中 吴市长娴熟地展示了他作为特邀演奏家的钢琴技巧 音乐会的特色节目包括BSO和波士顿流行乐团的表演 由BSO音乐总监和波士顿流行乐团领衔指挥 吴市长在音乐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艺术是必要的 它们绝对是社区和个人的关键的基础设施 波士顿发生枪击事件至两人死亡 警察在周日晚上的几个小时内匆忙赶往全市的几个不同街区 以应对多起枪击事件 这些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受伤 晚上8点30分左右 在华尔德伍德街发生的两起枪击事件中 一名男子死亡 另一名男子受重伤 生命垂危 大约在同一时间 一名男子出现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 他在多西斯特的中心街受到了枪伤 据警方称 他后来去世了 警方表示 他们不认为这些枪击事件有关联 晚上10点左右 另一名男子在市中心金斯顿街被枪击 警方称 在他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后 有望活下来 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 诺曼底街响起了枪声 没有人被击中 赶到现场的警察在那里逮捕了三名 涉嫌持有武器的男子 警方没有公布任何枪击受害者的姓名 东北大学自大流行以来首次举行无限制毕业典礼 东北大学举行了自大流行开始以来首次不受任何限制的毕业典礼 周日第121届东北大学毕业典礼在范威球场举行 4754名研究生参加了上午的活动 4643名本科生在下午的活动中庆祝了自己的毕业 这一切都在超过46000名观众面前上演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 这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 学生不仅经历了大流行对他们学校生活的影响 而且还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 受到采访的几位毕业生表示 大流行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目标和研究领域 他们为自己能够顺利举行毕业典礼而感到高兴 波士顿高校数据显示 美国大规模伤害事件呈上升趋势 袭击事件在美国以令人心碎的频率发生 星期六在德克萨兹州的一家购物中心有8人遇害 这只是一长串暴力悲剧中的最新一期 而且步伐可能正在加快 这些图表讲述了这个严峻的事实 根据美联社今日美国和东北大学合作收集的数据 今年头四个月内 115人死于22起袭击事件 平均每周发生一起 据媒体报道 这是自2006年以来截至4月为止 大规模袭击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东北大学犯罪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 詹姆斯·艾伦·福克斯说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多的案件 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状况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